特朗普真是让人这个打跌眼镜的事情 他上一届并没有这样做 但这一届还没开始当上总统 已经做了很多让大家吃惊的事了 比方说他罗织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多名主播 其中一位是当上国防部长 而今天宣布的这位是交通部长 都是这个一个国家来讲 非常重要的党位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 都交给了新闻主播来做 这在我们国家来讲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而且我们目前的这些新闻主播 全国可能有几十万的新闻主播 能够当上大领导的应该说屈指可数 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 其实他连个主任都不是 但是我们的民众以为他们是 虽然他们在社会上面好像是一言九鼎 但是他们是叫独词器 只是独提词器上的东西的 没有自己的思想 而特朗普看中的这俩人 显然都是有自己的思想 有想法的人 所以他提拔他们为这个国家的重要命脉部门的这个领导人 有他的想法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主播呢 别干砸了 好好干 干出点名堂 给全世界的主播们 电视主播们 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